今天正月十一了 卖饭的也没有 人家不让卖饭 卖菜不让卖别的 就是外面有也不要在外面吃 咱在自己家里做 现在这是非常时期 那咱今天咱们自己做豆腐菜吃吧 砸个磨片 你想吃豆腐菜了吧 行 豆腐菜还不简单呀 那不是 卖豆腐都不知道出来吗 我下去看看 应该出来了 尽量少过 买上就往回走 在外面别吃 别在外面吃饭 咱们这边饭店 我现在都没开门了 卖早饭的也没有 想吃什么呢 自己做 行 那你就给他做这个豆腐菜 好 我给他做 这这个需要去买啥 就是豆腐 大家有粉条的 葱姜蒜粉条这些都有 我买点香菜和韭菜就行了 再买一点点 它配个嘛 行 那我去买菜去了啊 大家好 我是黑哥 今天老妈要做豆腐菜 我现在去市场上买块豆腐和做豆腐菜的配料 咱们一会儿见 来 给我成二斤豆腐吧 好嘞 二斤 这是今天煮的菜 哦 今天第一天嘛 我是天天逛 天天不见了你 今天四块 四块 早上在市场上买了点香菜和韭菜 这个是一会儿吃豆腐菜的配菜 我先把它洗一下 空过去 豆腐菜也出来了 就那家的豆腐特别好吃 韭菜和香菜就洗好了 大家好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道 凌温的特色早餐 豆腐菜 先准备一根大葱和几颗大蒜 将葱切成葱花 蒜切成蒜末 放到盘中备用 将洗好的香菜和韭菜切成小段 也放到盘中备用 把豆腐切成豆腐块 豆腐就切好了 这就是豆腐菜所用到的食材和配料 豆腐块 泡好的粉条 葱花和蒜末 韭菜和香菜 现在开始操练 起锅烧油 因为要煸葱油 油所以要适当的多倒一点 油为三成热 把切好的蒜末 葱花 倒入锅中 小火慢慢的煸 今天我用的是菜籽油 菜籽油 煸出的葱油特别的香 这个时候开始调味 加入一勺的五香粉 倒入锅中 再加两勺盐 把它搅匀 把它搅匀 这样 葱花和蒜末 就吸收了调料的香味 煸制了葱油 大概得三到五分钟 葱花和蒜末 煸制金黄色就可以了 现在在锅中 倒入一杯清水 大火把它烧开 在锅中放一块拍碎的生姜 不爱吃的也可以不放 妈 你放一块姜是 起什么效果呢 去腥提鲜的作用 能吃到这个去腥提鲜的作用 对 锅已经开了 现在 我把切好的豆腐倒入锅中 再次开锅之后 转小火 兑25到30分钟 兑的时间越长 豆腐越入味 时间允许的话 可以多炖一会儿 豆腐已经炖了半个小时了 现在我在锅中加入我自己剥的油辣子 加五勺 再加入适量的兰德调味料 还有适量的胡椒粉 把它搅匀 我尝一下咸淡 正好 吃盐重的可以再放一点盐 我家就是这样放的 现在将泡好的匪条煮到锅中 小火再炖五分钟 爱吃粉条的可以多放 豆腐菜就做好了 现在我打点磨片 这个磨片就让豆腐菜就完美了 看这豆腐菜怎么样 美的多了 想你全放了那个啊 我自己放吗 我爱吃这个韭菜 我多放点韭菜 这有多长时间都没吃到豆腐菜了 大家 从这回疫情发生到现在 也没有卖早饭的 也没有这豆腐菜 今天还得感谢老妈 又让我们吃到豆腐菜了 嗯 嗯 美的多了 这个饭成本也不高 对 我看吃饭菜花多少钱 买了四块钱的豆腐 四块钱的豆腐 一块钱的香菜 一块钱的韭菜 韭菜香菜还有 葱子蒜两块钱 十块钱不到 多这么满满一大锅 那在外面吃一碗五块吧 嗯 还是家里多的吃 嗯 怎么样吧 而且吃的还过瘾 这就是我们临温的 一种特色早餐 豆腐菜 他们有一碗辣椒汤 其实这个辣椒不是太辣 是香辣的 吃的特别过瘾 尤其是冬天的早上 那吃个油饼啊 吃个烙饼啊 就往这豆腐菜 或者是炸木片 相当过瘾 这已经入味了嘛 好吃 我是不爱吃粉条 我爸就是爱吃粉条 想想你爱吃吗 嗯 你吃块磨 最简单的饭 也就是最好吃的饭 太好吃了 这好像谁还没有吃着了 辣 越辣越过瘾 辣 辣香辣香 哎呀太美了 外面吃的那豆腐菜 还没老妈做的这好呢 咱家都是真材实料呀 趁这个时间 让咱们在家待着 咱们就多学点 做美食 把这边的早餐 好的早餐 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对对 现在非常自行 没有卖早餐的 咱们在家里 就自己学着做这 又便宜又好吃 又卫生又健康 这个豆腐菜 大家学会了没有 这期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黑哥的作品 可以在屏幕右下角 帮我点个关注 顺便再帮我点个赞 黑哥在这里 谢谢大家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